一个小调查 你认为被国产片浪费最严重的题材是什么 请打在公屏上 有它吗 一定有它吧 恐怖片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小马今天不上班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第三章 作为一个追求自己贯彻到底的恐怖片迷 对于国产恐怖片 我已经忍无可忍 我不能再原谅他了 明明我们有最丰富的恐怖片题材 却没有用武之地 倒是这几年的宝岛台湾 恐怖片一军突起 一步一步创造票房记录 甚至入围并拿下主流奖项 其实也没有什么独门秘籍 靠的 就是足够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中式恐怖 去年大火的咒 里面还有一段剧情 是到云南寺庙来寻找破解之法 前几天还有人在微博上问 如果能过审 你最想看的国产剧题材是啥 下面的高赞回答也是中式恐怖 所以今天 我就来为大家硬核拆解一下 这么多人想看的中式恐怖 本质究竟是什么 又是如何吓坏中国宝宝的 首先明确一下定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式恐怖 不等于国产恐怖 也不等于华语恐怖 比如去年大火的台湾恐怖片 酷杯 典型的丧尸类型 80年代 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的 凶宅美人同 妥妥的科幻写点 先别记得惊讶 这也能拍 我们今天聊的中式恐怖 要专门以中国传统 民俗 历史 点步为核心元素 它要具有民族辨识度 要明显去备于 其他地区的恐怖片 要一箭三连 你没住过老美恐怖片里 那种房间众多 附带阁楼地下室的大house 但你八成在小时候 待过农村老家的旧房子 奶奶怕你乱跑 就说后山上有个没脸的老太太 如果把吓人当作犯罪 那中式恐怖 就是妥妥的熟人作案 毕竟你要说吸血鬼女 屋丧尸什么的 蹦鬼头也是能吓人的 但就像是听英语的脏话 总没有用母语骂人来得到位 放上他妈妈屁 所以中式恐怖片 最让我们害怕的 首先是代入感 那些刻入DNA的场景 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习俗 双棚 死者尸体被刻上符咒 指向传统道教秘术 失忆给早逝的女子配明昏 中邪 偏远农村 仙姑正在给被附身的人叫魂 哪怕你再熟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免不了在生活中被风水民俗 和一些代代相传的恐怖传说困扰过 好的中式恐怖片里 蹦鬼头一般只是辅助 毕杀技是对人心弱点的拿捏 不确定和心理暗示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自古以来有一句极具威慑力的话 叫做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就像双筒里说的 我们是确定 那些不平的能够 能够在看一遍 不平的? 犯罪精神 双筒 双筒 双筒或红筒 是为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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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多人相信他们 没错 最让人发毛的东西 恰恰在于有无之间 你无法证实它的存在 但又无法证伪 伪记录恐怖片中邪里 男女主去山东农村 记录一场还人仪式 被村里的人警告 别拍 不好 但是怎么不好 不明说 更不能说 你自己掂量了 再问发生了什么 就只知道人前几天出去 回来就变得怪异 医院也治不好 不用太多的笔墨 你的想象力就已经开始犯了 当然 理性告诉你 这些都是迷信 可是谁的理性就能金汤永固 没有一丝裂缝 终是恐怖 便是从这裂缝中 渗进来的一道阴风 我会不会不小心 触犯什么禁忌了 众邪里 农村人讲述着 不懂事的城里人 因为一只刺猬就倒了大美 诗意的开场是男主在公园跑步时 捡到了一个红包 后来才从老人口中得知 路边的红包被视为阴婚的信物 谁要是捡到 谁就要去死者 男主恰好因为无知而做了冤大头 双筒里 来台湾办案的美国探员神秘惨死 因为他恰好是不信鬼神者 所以成了修仙术的祭品 在漫长的文化 繁多的民俗里 可能踩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虽然有很多禁忌好像做了也没啥 比如什么半夜照镜子 筷子竖叉 但是永远无法根除的隐忧就在那一句 万一呢 作为中国人你知道有些东西 千百年来就在那里 但同时作为现代人 却不知道他们具体是什么 也逐渐忘记了古代人避凶的方法 所以在中式恐怖片中 道士法师通常是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道及方法 要通过他们连通古今 道破恩怨和玄机 为受害者提供一丝希望 张先生 像你这样殷师殷日出世的人 真是万众无疑 你现在身不由己 中国的近代化也不过一百多年 城市之外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 在这片土地上 传统与现代 落后与进步 依旧共存 在保留下越多风俗的地方 就越多的异文鬼市 比如潮汕和闽南地区 还有中式恐怖片最重要的两个产地 香港和台湾 港产鬼片曾承包了我们童年 大部分的尖叫时光 而近些年 台湾的恐怖片则更显规模 在现代社会中 一些民俗元素 演变成了一种带着侵略性的文化 双筒里 谁能想到一座修仙道观 竟藏匿于大都市崭新的摩天大楼 悄悄在城中营造血案 失忆男主前世未完成的阴婚 让他今生也不得安宁 山村老师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 被这片土地上百年前的冤魂索密 原因就是城市现代化建设 挪动了女鬼的尸骨 唤起了他沉睡的怨灵 也就是说 即使你生活在了现代 过着正常的城市生活 有些古老的阴霾依旧无法摆脱 有些未散的怨气依旧会上门讨债 那这些孽寨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经典的例子 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 山村老师 出场自带BGM的楚人美 当之无愧的中式女鬼C位 她曾在无数夜晚成为你的噩梦 但长大后再回看她的身世 又会哀叹她的凄惨 楚人美本是村子里的乐曲名林 丈夫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师 但丈夫为了摆脱她 引起钱庄老板的女儿 陷害她通奸 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子 怎么能出一个通奸的女人呢 为了保住村子的生育 楚人美被私心活活打死 死后得知真相的她化为厉鬼 村子三天死了66人 山村老师对楚人美的人物塑造 非常值得深思 她生前作为女人 对男人有多顺服 死后化为女鬼 就有多凶恶 但如果不是救世宗族 可以随意私刑处置女人 如果不是大妇 可以成为陷害一个女性的罪名 又哪来的厉鬼楚人美呢 还有诗意里 大户人家的小姐得病死了 于是绑来无辜的穷小伙 配阴婚 霸道地主欺压良民 封建礼教又异化女性 因为当时认为 未出嫁的女子如果早要 既不能进入自家祠堂被祭拜 也没有夫家愿意接纳她 没能完婚 她的尸体就永远被家人留在房间里 无法转世投胎 谢斯孔吉的地方在于 她成为孤魂野鬼游荡百年 或许并非因为没能完婚 而是家人嫌弃她没能完婚 不给她安葬 恐怖吗 更恐怖的是 封建社会结束百年的今天 依旧有人在为死者配冥婚 在东亚和中国的恐怖片里 顶流永远是这些惨死的女鬼 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 鬼的形成是由于怨气的聚集 死后仍未散去 而只有被压抑被压迫的女性 怨气才更容易聚集 男权和强权的恶 往往在阳间以正统正义的名义释放完了 就像山村老师那群审判处的美的男人们 虽然在现实中女性被压抑了 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却逃不出亏心的恐惧 所以比女鬼本身更可怕的 永远是不需要变成鬼 就可以制造鬼的东西 想想看 被铁链缠绕恐怖吗 不见天日的地下恐怖吗 常年非人的暴力恐怖吗 可是这样的恐怖故事 却从不出现在迷信传说中 而是在阳间 在阳光下 甚至被当作一种喜事 中邪里有一个重要的异象贯穿全篇 大红灯笼 灯笼本是喜庆的象征 家家户户都有 可是在这部片里 它成了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 因为这座挂满了 红灯笼的乡野大宅 是空荡荡的 没有人气的 没有人气的地方 却挂着这么多喜庆的东西 越喜庆就越阴间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那座挂满了红灯笼的大宅子 也是一样的道理 强烈的对比色下 简直不像阳间 夜幕下的大宅 就像是里面女人的坟墓 你看地下套灯笼的袋子 像不像一个个国师袋 宅子里的下人们口口相传 那座秘密处决三姨态的死人屋 仿佛夜夜传出她的唱戏声 全篇没有露出过正脸的老爷 哪里像是人 更像是无处不在的父权幽灵 这合唱不是一种中式恐怖呢 此时 我们不妨再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大概是传统社会的层层压迫 催生出了生存法则 它的底层逻辑是生存焦虑 和对环境的不安 典型体现是 1768年乾隆盛世期间 席卷全国的恐怖事件 教魂 当时的百姓相信 民间流传着一种名为教魂的妖术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夺走人们的魂魄 在这场妖术大恐慌里 社会上处处表现出 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无数人成为被怀疑 举报冤枉的对象 特别是乞丐 游森这样的社会最底层 很多被重刑拷打 至残至死 那么 是什么让人们如此不安 彼此恐惧 且深信妖术的存在呢 正如学者孔非利写道 我们最难判断的是 乾隆盛世 在普通人的眼里 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一个18世纪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商业的发展 大概并不意味着 它可以致富 或者它的生活 会变得更加安全 反而意味着 在一个充满竞争 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 它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妖术即是一种权力的幻觉 又是对每个人 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即使教魂这样的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 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 任何人只要有适当的技巧 便可以窃取别人的灵魂 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 这是一种既可怕 又富有刺激的幻觉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中式恐怖的置身之处 不是渲染遥远未知的离奇 而是揭露视而不见的真实 怀疑司空见惯的正常 2018年 本将上映的 内地恐怖片重邪临时撤当 尽管这部电影里并没有鬼 从概念落成开始就不需要有鬼 已经足够恐怖了 封建迷信引发悲剧 再利用封建迷信为武器进行复仇 伪纪录片的形式 又极大程度地激发出实感 现代城市人为之信仰的秩序 在落后的乡村依旧无解 只能召唤出古老的教魂 这种真实才是中式恐怖的灵魂 后来呢 仲邪的导演马凯拍了了不起的夜晚 终于走上了院线之路 也许是心有不甘 在这部电影里 他继续发挥起了自己的恐怖片特长 但这回他聪明地把恐怖元素 全都变成了戏中戏 不是拍短视频 就是在恐怖片剧组 并且要一直对观众强调那个安全词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大萤幕上恐惧变成了一种稀有的情绪 但现实中 中邪的结局似乎还是在循环播放 你看它像不像是法制节目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记得一键三连 做个好梦 我们下期再见